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功无私 这才成就得行 决定不能够贫心 贫心纵然有大福报 那个成就也不是真实 正是苏佛说 他发得很快 他败得也很快 凡是贫心的 借出他一些人 他偏爱的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 与他有利 他来了 与他没有利 掉头就走了 绝非道义之交啊 喜欢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你的心地不公啊 就拼死啊 凡君之于臣 父之于子 父之于妻妾 主人于他的破人 皆有之 这个也是四世真相 也是古今中外 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 常常听到的 就是我们学佛了 在一个道场了 老和尚 徒弟很多 信徒很多 也有偏真偏爱 可见的这种烦恼 吸气有多重 你要是问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 不公平 没有平等性 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 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 特别是朝代的心地 国家的存亡 在这个时候特别明显 在上位的人 上罚不平 所以极其名显 最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小是一个家庭 一个小团体 今天是公司 行号 商店的老板 对于你的员工 讲诚 如果做到非常公平 下属 员工必定对你心悦臣服 能为你效忠 为你尽力 如果上罚不平 凭着自己的好恶 以这个标准来做奖诚 那人心就不服了 到最后一点是 众判清理 所以无论事业的大小 九站 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 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个是大学问 特别是在世出世间 做一个领导的人 一定要做到这个研究 你才能够做到部下 拜拜 推草 心灭成死 等等的父女 都是要自己做到的 假断不行啊 假断已装成这个样子 一旦被人看穿 也闻不停 结果底下大众一红而散 所以要认真地去做 把自私之力放下 功才能陷进 如果自私之力放不下了 你哪里来的功啊 所以 功是因 平是果 平是因 安是果 安是因 乐是果 真的要达到功平 不能不放下自私之力 要改自私之力 自私力怎么改变 要改大公务私 齐心动念 不要想自己 想别人 想我们的家 想我们整个公司 全体员工 想这些 想我们的同行 想我们的社会 想我们的国家 想整个世界 行量就到 厨师待人久 或情或离或法 大公中正 没有偏私 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讨厌你 这叫不仁不义 人 确实 有过失 但是 他也有长处 有智慧的人 他看得很清楚 用他的长处 帮助他 改正他的缺点 这是大德勒 这叫 断悟修善 积功累德 这个人还可教啊 不是不可教啊 就得好好地教他 厨师待人久 真诚 恭敬 公平 让你感到很舒适 事情办得很顺利 吸引别人 懦弱 愿意跟你合作 跟你合作 跟你合作很轻松 很快乐 绝对不会有错误 绝对不会出麻烦 你放心 这个重要 用一片真诚清净的心 那处死 那处死 自然就不一样 记住 记住这么一个原则 对待一切人死 大功 故事 如果有时候忘记 如果有时候忘记了 你就把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 默默了一句话提起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自信神的 自信是一个 万法是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之法 都是同一个自信神的 你慢慢会产生一体的概念 这个好 众生跟我这一体 我爱我的神 我就爱他的神 是一不少 这个好 觉悟的人啊 没有死 起心动念是功 起心动念呢 一定是为别人 为社会 为整个人类 那是救 就干迷 干远 就在此地 一个是功 一个是死 大功无私 这个人就无了